早安,Cats 歡迎來到Studio 6兒童畫室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這個遊戲呢? 旅行青蛙,讓我畫一下 這次用日本吳竹36色的不透明水彩 水彩筆分別是用8號的尖頭和6號的源頭 還有美國Beam Paper的水彩紙 最近天氣非常冷 而且是流感高峰期 各位朋友,大家要注意健康 這遊戲這期好像很Hit 我只是剛剛碰到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攻略可以提供 麻煩你們留言給我 我看到這遊戲的圖案和插圖畫得挺有趣 它的色彩比較淡 比較淡色一點 所以這次用日本吳竹的不透明水彩 畫這些比較卡通化的插圖 我覺得效果是非常配合的 其實我覺得畫水彩的秘技 的確是要用一個適當的紙張 因為如果那些比較質素差一點的紙張 你加了那麼多水分 它很容易起魷魚 而且那張紙很容易穿洞 和起粒粒 所以這次用的美國Beam Paper這隻紙 我都經常用的 比起其他大牌子 它的價錢真的一點都不貴 另外有一點除了紙之外 就是要注意顏色的濃度 很多時候會犯的錯誤 就是太心急 大家都可能太心急 以為水彩 水加顏色 那就是水彩 加了兩樣東西就可以畫了 其實水彩 因為真的沒有什麼改 真的不像你畫素描 或者木顏色 用拆膠可以拆走它 所以一起手的時候 就必須要注意你的筆 究竟染了多少顏色 必須要注意筆 含水量和含顏色的濃度是否適合 說說說 開始畫這些亂草堆了 我會用筆頭輕輕點一下 做一些比較雜亂的效果 顏色比較參差一點就可以了 大概是否適合 接下來會有最多的包包 今天會不會有多美的 賣相 不是香港人 會不會有台灣 新加坡 甚至是澳門的朋友呢 請問一下這裡有沒有 不是香港人的朋友 比如說是台灣的 新加坡 還有澳門的朋友 如果有的話 謝謝你們收看 也可以留言給我 大家有什麼要求 比如你想我畫什麼公仔 都可以提出意見 最後 把勾拉 還有擦走圓筆 就完成了 今天分享著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 喜歡影片的朋友 請Like我們的Facebook 還有請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另外Instagram和WeChat都有我們資訊 當然不少我們網站 就是studio6-kitarch.com 請大家多多支持我們的YouTube 只要按旁邊紅色這個按鈕就可以Subscribe的啦 studio6現正招生 歡迎預約試堂 我們已經增設成人的素描和油畫班 查詢請指電 9862-2102 快點打給我們啦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